希腊客运火车跟载货火车相撞意外 目前造成至少43个人死亡 85个人受伤 另外还有将近60个人失踪 重担人员正在搜寻失踪者是否困在火车残骸下 由于死伤惨重 希腊交通部长已经请辞负负责 此外检方调查还发现 载客的列车跟载货列车面对面相向而行 行驶了好几公里 显然是人为疏失 造成车道掉拨的失误 酿成重大的灾难 此外警方也已经逮捕 负责掉拨的镇长要深入调查